哈喽各位大家好啊 我是网鹅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在之前几天呢 网鹅也是毛足了劲啊 接连给大家带来几期教学类的节目啊 包括这个instructions的设置 以及两个动作啊 sculpturn和borrow啊 不知道大家都学习掌握的怎么样了啊 那么怎么检验呢 当然就是放到实践当中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UT荣耀之路 也是不能不更啊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已经是闯到了division6 也是算是步步高升 这个比较稳定吧 首先呢 我们在开始这期的视频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阵容啊 也是做了非常大范围的这个更新 可以说是提高了不少 那么可以说呢 我现在的这套阵容中前场除了我最爱的男人 克鲁斯之外 我是来了一个大换血啊 左边是深知男人啊 又是一个深知男人 德布劳勒啊 加上他的同胞米拉拉斯啊 组成了我们的左前场 那么右边呢是J罗 加上这张黑卡啊 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啊 总之他之前是个LM的普京卡 后来黑道黑完之后呢 黑道了右路啊 也是解决了西甲右边路的一档难题 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他之外 你右路能用的人除了贝尔就只有没老板了 当然皇家社会的贝拉也许也算一个人选 除此之外就真的是没有了 所以也是捉襟见肘 也是他的出现是解决了这一大供需的刚需吧 可以说 那么最前面顶的是法尔考啊 是被nerf了的法尔考 但我觉得数值是依然够用 当然他即使这样 他在我们队里也不会待很久啊 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啊 过氧期呢 他可能就会不在阵中了 那么选择这套阵容的核心原因是在这一代里 我是非常喜欢那种既有远射又短船的球员 那么J罗和德布朗内啊 就是这样的符合我这个要求的球员 也是对这两个选手是非常的喜爱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套阵容 好了 那么解释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在这个阵容方面的一些升级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对手的阵容吧 看到这是一套浑的很杂的阵容啊 也是因为浑的太杂了啊 Chemistry是没有到100 但是各个位置上的 却都是佼佼者啊 没有一个位置上是感觉是比较软的部分啊 包括他LW还是黑了的因西涅啊 非常牛逼的一个人 因为这一代对于这个敏捷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啊 但是因西涅即使只有三星的skill moves 但是呢 还是可以胜任这个位置 我可以负责任的向大家保证啊 这是一张非常牛逼的卡 那么一上来呢 就是被对手进了一个球啊 这个球呢 其实是我自己的防守站位是出现了一些的失误 导致这个尼斯塔这种追捕非常好的球员 一个追捕就是直接是缓过了 我的后防线的两个人是直接形成了单刀啊 这个球友是自己也是难辞其九 那么这场比赛总体来说是非常的沉闷啊 即使是第一个进球也是30分钟之后的事情 下半场他又有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 阴差阳错是没有打进 而之后我的进球到来的时候已经是88分钟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最近我是被一种习惯锁这个笼罩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非要玩到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 我才喜欢去射门啊 除要不然的话 我就喜欢再去带来再去做多scoo move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时候一个习惯就那么养成了 那你也改起来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之后我也是在这场比赛的最后阶段 是终于甩掉了包袱啊 直接用了一个spin之后 接了一脚远射啊 就是我们的这一朵远射达人啊 终于帮我们是把这场比赛扳平了啊 那么我们来到下一场比赛 刚才大家已经是看到了阵容了 那么呃还是跟上一期吧 的UT一样啊 我只想说我是只是后悔没有穿着制尿裤 来这个进行比赛 他甚至不惜让内马和那个贝尔是打的中路啊 打的中场的位置啊 真实在是土豪太有钱 想怎么玩怎么玩 呃 我们也是只能全力以赴啊 那么上半上三分钟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取得了一个这个进球 但是这个进球从脚球开出来 一直到进球的这十几秒钟 可以说是我整个FIFA生涯中最诡异的十几秒钟的时间 为什么呢 就是连包括这个庆祝动作在内 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真的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详细解释一下 首先你看这个发的脚球 我不可能让他在跑动当中 我就把球传出去 其次大家看到现在Bofo的这个转身 也是相当的简朴 朴实 也不是我的风格 而这一个转身居然就像杀了个回马枪一样啊 就把对方的防线整个缓过 最后只有射门的时候 我是自己的意识在控制啊 之前的所有的部分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了 包括最后的这个 呃 等卡吧 我也没有觉得 我也没有觉得是往多卡 就是 哎 就包括 从头到尾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真的是 这个 我无法解释的一个自然奇观吧 可以说 那么之后呢 Bofo又是在9分钟的时候 是没开二度 这场比赛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球的路球呢 我表示负存责啊 每个动作都是我 按照我想象的方式都做的啊 这个 还算OK啊 这个球至少是不诡异 那么我们看到对方的防线呢 一直是属于比较的站不稳 位置 站不好自己位置 失位也是非常的多 这让我们一度认为呢 这个对手可能仅仅是一个土豪菜鸟啊 土豪菜鸟啊 但是呢 这一切的这个变化呢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呢 是风云突变啊 可以说 首先是梅老板 那么他这个球呢 可以说主要就在最后这一下 他这个追步值实在是太高了 导致他轻轻的挪了一下 左摇杆是就直接将我的最后一名定方 他的队员缓过 最后完成轻松的射门 然后又过了大概八九分钟 我们看到这是苏雅 将球准确的这个运到了这个C罗的脑袋顶上啊 这样的球真的可能跟我的防守关系是不大了 只能说是对方的数值啊 在这个时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之后又是过了大概八九分钟啊 这一次又是梅老板 我已经试图尽量去用我的两名防守队员去封住他射门的角度了 但还是就是露出了时间不够啊 露出了那么一小条缝啊 梅老板的球也是从这两条缝 这条缝里就是钻了过去直挂死角 这样的话真的是风云突变 我已经是直接是一球落后了啊 谁能想得到呢 幸好的是在上半场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如果记性好的朋友呢 大家应该记得啊 这个片段在我们前两天的这个Sculpturn的这个教学中是出现过 我在这里也就不用太解释太多了啊 总之啊 拉克泽特一个非常漂亮的Sculpturn的动作是终于让我们在上半场保持了一个军事吧 那么到下半场呢 这是非常好的一脚死路之后 又是传给了这个维拉蒂 但是他的射门显然是前两天没吃饱饭啊 这个实在是没得说 这样我们错失了一次非常关键的机会之后 他又是利用贝尔其右脚射门 居然是如此的有威胁啊 实在是没得好说的 那么大家知道万恶是有惯用脚 洁癖打非常不喜欢让自己的球员是用非惯用脚来射门 而刚才贝尔呢就是这个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啊 那么之后他这个脚球开出来之后 又是用阿尔维斯的起左脚啊 射了这样的一脚门 他硬生生还就是入网了啊 这种球呃 你如果你说这个呃 我自己不爱用啊 我我看着别人这样用来进我球 大家想一想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 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啊 幸好我们的迪玛利亚在68分钟的时候非常骚的制造了这样的一个点球啊 哥定是相当的不满意 还来过来跟他理论 你这是不是假摔啊 其实呃 这个球怎么说呢 在现实中可能会被判成 呃 合理冲撞啊 我也不知道 总之在这个游戏里啊 他至少是判给了我们点球 我们也是包老把握入这次机会 70分钟离比赛结束 还有20分钟的时候 我们终于是将比分扳平了 那么之后呢大家也是看到啊 他这个防线确实是漏洞比较大 也是给了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这是菲利佩路易斯在左边起球 被对方顽强的这个顶了出来之后 现在是Bofo在在这个做Dribble 但是呢他不惜以传伤自己队友为代价 阻止了我们这一次的攻势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跟另一只土豪队的对决 我们也是最终是 呃 以平局收场 但至少吧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是进了四个球 也是打破了之前算是有点进球荒吧 因为大家知道在上一场比赛 以及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我们一直属于进球相对非常少的那么种情况啊 也原因刚才也是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因为晚会最近就是被这样一种习惯所笼罩啊 就是一定得到玩到最后啊 才射门 而其实不一定是好习惯啊 这也导致我们的数据上并不好看 但是呃 这场比赛也是算是一扫阴霾吧 让我们重新是振作了起来 虽然丢球也是非常的多 但至少有两到三个 并不是我们的防守上的原因 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给我们打回来了不少状态 给我们在下一场比赛中的狂胜呢 是奠定了基础 不过上来首先进球的还是他们啊 在七分钟的时候 我们看到对方阵容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让这个RF的这个浩克是去打了ST的位置 而且是一个纯巴西的阵容 而且他就像是故意的一样啊 知道我有这个关用脚洁癖 所以故意用三星Weekfood的这个浩克是抬右脚射门 然后就这样 他这球就是阴声是窜入了网 我这其实也是他们本场比赛 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的机会 而我呢 其实好像毛病还没有完全改 就像我这一次的进攻中 所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啊 其实中间有无数次的起脚的机会 可能搁着别人早就射了啊 但是我就得带啊 就得带这个毛病是真心不好 尤其到了高级的Division的时候 如果你还想这么玩的话 真心拆全场就等着没有进球吧 那么甚至没有射门吧 好不好 那么这是27分钟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路易兹啊 我们队里面不管你信不信啊 这个大卫路易兹是我们的FKA最高的那个选手了 真是有点惨啊 有点惨 但是呢 对方还特别喜欢给我们认一球啊 第一个认一球是有点打高了 但到第二个认一球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大概习惯了大卫路易兹的脚感 尤其他犯了最致命错误就是他让最外延的这个稍矮的球员啊 居然还往里边挪了挪这样给我们这个算是在海拔上给了我们一些的空隙 这样我们是进了我们本上第一个球之后又是有一次的认一球的机会还是被那个阿尔维斯是奋力的扑出 不过我们还是拿到了这一次脚球的机会 并且利用这次脚球的机会 那么我们是完成了这个比分上的反超啊 这两场比赛我们都是在上半场的结束阶段 有进球啊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吧 那么这个球呢 从这个球的慢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面是不知道是心态问题还是水平问题啊 他是一个非常爱铲球的人 也是因为这种盲目无厉头的铲球让他失去了防守的位置 那么这个这个毛病呢 在下半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驴剑不心啊 又是这样的毛病让他葬送了这个好局 本来1比2的比分还是有可能扳回的 但是在下半场他又是这样送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没有必要的点球 那么拉可泽特也是一高人胆大啊 这个球是踢的是角度非常雕实 属于那种即使能将判断对的位置 也不一定能够扑下的那种类型 那么这颗球进了之后呢 基本上我就心态比较稳了 因为对方确实是没有在创造什么特别好的机会了 这场比赛就像我的一个半场攻防战一样 拉可泽特又是利用了Boro啊 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之前说过Boro在内切手也是非常管用的一个招数 只可惜是没有进而之后的听球 在大卫路易斯的干扰下也是没有听好 他顺势发动了进攻内玛尔代球 我也是不是那么好断的 又是一个这个钻当球 只不过最后他这脚是没有传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他在越位了 当然自己心态上也是有一点放松 而且我觉得他越位了 导致曼南达这个就居然是出了出击出了出来 并且是将球是让给了拉米的一丝信号 在拉米这些传中之后 我们的LB这回宽生的Kazawa 这名LB也是现在法甲可以说 我觉得是第一LB 奋力镇顶将球是这个化解的这个险情啊 也是有点 确实给我们肖想警钟 确实不能是太大意啊 太大意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比赛可以说是彻底被杀死了啊 他的卢卡斯还是那句话 是他急躁也好 还是就是爱铲球也好 这个卢卡斯的这个犯规实在是太没有必要了啊 但是他就是这么缠了下去 拿到了一张红牌 也是让我们彻底的把心态放轻松了 在这样轻松的心态下呢 Bofo也是开始了自己的个人表演 不过这个球还是那句话 还是有点进的太轻松了 他的这个防守是感觉所有的人都是形同虚设啊 总之是在不该缠的时候总要缠啊 在该缠的时候 在该断的时候 人就像从我旁边擦过去一样啊 非常的潇洒啊 就是不理我 早知了 我这一路小跑就进了进去完成的舍门 这样的话我们1比4也是彻底是插死了比赛之后呢 Bofo在最后时刻还是想挖点花 最终被大卫卢伊斯再一次的给了我们的大卫卢伊斯的一个人球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的他是跳了人墙啊 我的力量又是小了一点 这样导致了这个球是被人墙挡出 最后随着这个皮球是滚出的底线的 彩盘也是吹响了哨声这场比赛 我们1比4拿下 这样的话 呃可以说我们是两场比赛都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了四个进球啊 可以说是进球方面的感觉是完全找回来了 也是可喜可贺 那么在Division6 我来到了两胜三平的这个比分 感觉晋级应该还是不难的啊 还是不难的 那么这期的UT荣耀之路呢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别忘了给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